其实不过刚刚讲到 其实主持这个节目真的是很高兴 就哪怕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还是非常愿意的一个原因 刚刚其实文杰在演那段时候也说 真的是 辽宁台真的是第一次有史以来 就这么大一手笔 然后来制作这样的一个节目 什么叫有史以来第一次这么大手笔 之前的到底是谁不也很大吗 说说 但是后来不就停播了吧 播了之后我们不就干了一个一号达尔文吗 达尔文就停播了 现在我们终于干了油花好好说嘛 是不是 所以前面节目都是为油花好好说 这个节目能干一辈子你知道吗 然后当时就是我们就在想说 这些其实对于我们来说 也是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 而且我们当时看到那原版的国际的节目 我们就你知道我们有一种什么心理吗 我们看那个英国版的 法国版的 什么波兰版的 荷兰版的 然后看完之后就觉得 迟到有一天我们中国版的也会被那些人看得到 我们就觉得笨有面 别人知道中国除了有个郭德纲之外 还有俩一叫大佐一叫文杰 哎呀外观要说了 这个大佐是个一名嘛 人说他有本名叫做 其实我真的挺感谢这个节目的 因为这个节目不仅成就了许多 怀传音乐梦想的年轻人能走在舞台上唱歌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能够成全我跟大佐两个人在一起 婚事 我说他怎么不要的一位了 其实我们两个人是很 其实是很有缘能够走在一起就做这个节目的 因为这个节目一开始是订一个主持人 因为所有的X Factor原版的都是一个主持人 国际上从来没有过两个 一个男主持人主持 所以呢 这个节目后来订我们两个人 让我们俩要走在一起 我们觉得也挺有缘分的 挺高兴的 最后推迟了婚期以后 第二天你们俩结婚了 对吧 就你们幸福吧 你今天就说这么一句话 对对对 就等那个 说到点上了 你要知道 在这种舞台上站在两边的这些富咖们 很难讲到一句话 我也觉得 你知道吗 这挺不容易的 你说一句 你快点说一句 大老的说一句 大老的我到现在没替你说一句 我一句话都没说 所以这期不会给钱的 我们说按照说话多少来分账 那我再说两句 可以的 你要再说下期就不要再来了 这个主持激情畅想这么久了 肯定有好多好玩的事 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首先来说一下评委吧 太好了 因为我 主要说评委 我们第一次主持 然后评委 他们其实也都是第一次当评委 就是阿朵 柴之平 还有陈宇凡 他们之前都没有当过评委 所以他们其实一种很兴奋 就是降着一口气 好像干点事的感觉 让你这说这仨人受委屈 受多少点 我跟你讲 评委出头了 陈宇凡跟阿朵 他们每个人都有一些特质 你们不过头看的时候 你们就能感觉得到 陈宇凡是属于那种 其实挺凶悍的 对 就说话很直接 他能质问你 就比如说 这是野兽 来来等会吧 野兽野兽 你 出去了 他不这样 他会说 你来这个节目干嘛呢 我觉得你不适合这个舞台 就这么 或者说 或者他会说 我觉得 你最好可以改行 就这样说话 这太狠了 阿朵是什么 阿朵说 哎呦 我舍不得他 哎呀 我又为难了 你为什么要退职混期呢 他还能说 哎呦 你怎么那么长得像郭德纲呢 我真不舍得把你淘汰 他总是会找各种各样的理由 就是他 他不忍心去做出一些决定 他跟宇凡坐在一起 对观众就是打一巴掌揉一揉 是吧 对对对对 其实他们两个人个性很鲜明的 一个红脸 一个白脸 对 柴志平老师呢 柴志平老师在这中间 应该是一个中间人 柴志平老师挺有意思 柴志平老师喜欢说人穿衣服 哦 我跟你讲 你现在把你的裙子 往上再提一厘米 往上 等一下你怎么弄 没关系 我不会让你漏 你再提五厘米 都提到这儿了 你再往上走几厘米 然后女生呢 老师不能再提了 大师的真实情景是这样的 把裙子往上提五厘米 再提五厘米 提 阿朵我没说你 阿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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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朵